蓝色短袖的广东红眼队占有了比较大的优势 但是足球比赛里往往就有这样的特点 往往得势不一定能够得分 所以门前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 而常常在进攻的过程中 由于进攻次数比较多 常常队员也容易产生麻痹的思想 而一旦被防守队打一个反击的话 常常就很难从进攻转入防守 所以足球比赛里面 它的特点就是进球比较少 那么一旦进球之后又很难往回反 因此弱队胜强队的情况是经常有的 现在广队把球传到进区的前沿 直接投球顶 这时候我们看到广东队的选手18号离冰 好像是头部受了伤 但是这个队员的作风非常好 他是走出了场外然后再躺在地上 这时正好撞在了眼框子上 所以撞了一个口子 这对他来说下半场可能就打不了了 现在上半场比赛结束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松任队这时采取了一次快速的反击 由14号火尔宁 中场得之后迅速分给了右路的15号冯明志 此时广东红远队的左前卫8号武文斌 显然没有盯住冯明志 结果让冯明志接球后 力压红远队3号邱志华的拦截 在禁区右侧面对欧楚梁的出击 起脚禁射 批球应声入网 大家注意就是这个球 这球打得应该说是非常的漂亮 是15号冯明志将球打中 那么到目前为止他已经进了三个球 这是九宫不下必有一失 广东红远队上半时是有十次射门 而对方只有三次射门 但是他们抓住了机会把球还是打进了 下半时双方议题再战 广东红远队依然控制着场上的局势 但是由于缺少了离兵这一制高点 那么整个的实力有所影响 因此对松日队的攻击 显然比不上上半时的威胁 同样是得势不得分 大家看到又是一次非常有威胁的射门 一点点顺便是